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下周看到这个内地香港和美国方面 其实各自会有哪一些重要的来影响市场表现的经济数据 公布以及事项的推进 另外在这个市场的表现与基本面出现一定脱钩迹象之下 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些重要数据呢 好的 各位观众下午好 我们环球的股市 香港 中国 以及美国 三大市场 这个星期股市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波动 当中也因为有重要的经济数据 或者是重要的会议举行 令到市场的程序呢 在经过了一月份 普遍猛涨的情况底下呢 在最后的一个交易中呢 都出现一个比较程序上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波动 也可以说这个波动呢 是来得有点神经级 而且呢 充分的看得出呢 有时候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市场不理性 或者是太亢奋的情绪底下呢 在最后的两三天的交易里面呢 充分的在市场反映了 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的那个快速的那个颠簸 或者是行情呢 有点呢 就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那个表现 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星期呢 我们看到重要的经济数据呢 都首先就是今天早上呢 我们看到美国公布去年第七季度的那个 GDP经济的增长的那个错步 那么这个数字呢 只能增加4% 跟市场错步的预期增加4.2% 或者是4.3呢 都有点明显的那个距离 其实在新冠肺炎的打击之下呢 去年第七季度的那个疫情在美国呢 和欧洲呢 都比较恶化 而是恶化的那个程度呢 比较市场预期来的更严重 其实在昨天早上 就是美能处进过了那个FOMC 就是公开市场小组的会议之后呢 鲍威尔所发表的那个会议之后的那个谈话呢 也是对于目前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呢 也表现得信心有点不足够 虽然它没有明显的表明了那个担忧的那个心态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看到就是在他发言的内容里面呢 清楚了表示对目前新冠肺炎的那个变种 恶化的那个情况呢 都担心打打击美国的那个经济 而此呢 这个变种啊 或者是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情况呢 也是超出了他们的那个所能够控制的 那么所以对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有点担忧 那在下个星期呢 因为今天已经是一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天了 但是下个星期一 二月一号呢 市场的焦点呢 又重新回到我们中国的那个 一月份财新技造业的PMI 因为过去从去年下半年呢 这个财新技造业的PMI呢 都出现一个蛮不错的反弹 而且呢 还有就是服务业的那个综合PMI呢 也充分表现 经济经过了一轮的那个调整之后呢 目前在那个中间的水位呢 稳定下来 当然 市场的焦点呢 还会放在下个星期五 就是美国公报一月份的那个就业市场的报告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新型 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 呃 原部的增加就反映出美国的经济情况呢 有额化的现象 所以我相信呢 在下个星期呢 市场的焦点呢 肯定会放在中国的那个 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的PMI数据上面 和星期五呢 美国一月份的那个就业市场报告上面的 好 大家现在要重点来注意一下 刚刚苏老师所提到的这个三个数据啊 就是财新方面的制造业服务业的PMI 包括是在周五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就业报告的数据啊 大家都是要非常来关注了一下了 刚刚我听到您刚刚在表述的时候 说到一个词啊 就是说在本周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美股也好 A股也好 还是港股也好 其实都有一点神经质啊 确实好像都是出现了一个 大上大落的行情 那么投资者的情绪也难免是 跟随着大势一起来坐过山车了 那么面对着这个频繁的暴跌和急升啊 您建议这个投资者 从怎么样从下个星期开始吧 下个星期就是从2月1号开始来 来部署这个2月份的港股投资策略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其实在过去可以说 大部分每年的1月份 都是市场的那个表现呢 都是比较波动的 或者是说是非常的波动的 远都不说 我们就说最近的5到6年呢 无论是美国股市 或者是那个香港股市 都是在1月份 特别是在1月底和2月份交接的呢 那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呢 就差差是我们现在处于的那个时间里面呢 市场的那个表现呢 都是来了非常的波动的 一方面呢 每年1月份的时候呢 哪怕是港股或者是美国股市 基金经理和机构投资者呢 都对于未来的那个投资组合 做出一个重新的那个仓位的调配 和调整他们的那个投资的策略 当然这里面呢 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经济和股市 表现的一种预期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令到大家的那个看法和策略呢 都有所不同 也形成了在做好和做空的 两方呢 都出现的一种嚼力的那个情况 当然当中也当然还有就是 主要国家的领袖 比方说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所发表的那些说话和市场的那个憧憬 还有当然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的那些发言 都令到市场的程序和焦点呢 都充满了一种不同角度的那个预期 那么所以呢 目前在一月份月底和二月初交接的时间里面呢 我只是在过去节目上面也常常提醒大家呢 在那个投资的注码呢 要真的省省的空计 就是比方说在过去的半年 你平均所投入的那个基金量 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肯定呢要把它压输 就是压输的比例呢 可能要减少百分之三十 或者是甚至于减少百分之五十 避免呢不必要的波动呢 令到你的那个投资的部署呢 出现了那个错误 或者是价格快速的那个变动呢 令到你承受了不必要的那个损失 在卫观上面呢 目前看到呢 美国的经济的确的出现了一个掉头下行的那个危机 所以市场对于克万股 那斯大克指数的一些所谓糟点的股份呢 在这两三天呢 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那个抛售 当中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是市场人为的因素 但是暂时我觉得这个比较漂浮 或者是行金级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心态呢 还没完传的过去 所以呢 哪怕你是参与着美国股市 特别是关于那个克万指数的有关的那些投资仓位呢 肯定呢 基金量要进一步的严控 还有就是要做好你个人可以承秀的那个基金管理的那个风险管理 其实目前市场基金呢 实在太多 所以呢 过去呢 就特别是在新经济的股份 或者是科技股份上面呢 出现两三天 或者是说那个调整的百分比呢 8%到10%呢 他们能够站稳 而且新基金推动之下呢 从头又上升 有时候过去呢 也就是更造出更高的那个水平 所以目前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参与新经济和科技股的那个交易呢 或者是投资呢 一定要审慎 暂时我的建议呢 还是不能够趁那个冒高的时候呢 就告追 或者是呢 在某一个水平投放太大量的基金 基本上可以说 利用的策略呢 就是趁低吸拉 而且趁低吸拉的基金调配呢 恐怕你要分开最少了 分开两个阶段 或者是甚至三个阶段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和传输的基金 分三次的投放在那个你心目中的那些对象上面去 还有就是要某一个程度呢 按照你的那个承秀能力呢 放置或者是泄计那个直转的那个导账 目前来说就是港股呢 这个星期也跟美国股市一样呢 暴升暴跌 那么所以呢 在价格上面呢 有时候也是比较难掌握的 所以目前对于那些已经有了一些所谓利好的消息 或者是业绩已经供包的那些股份 还有当然就是那些已经进行配股袭击的股份 好像呢 比亚迪亚和部分的那些医疗 互利股份 进行了袭击的动作之后呢 这几类的股份 我相信目前呢 还是要暂时观望 要参与的话 也要等到他们跟随大盘出现波动 刹跌的时候呢 才做三分之一的投入基金 做进行这个希腊的行动 目前港股呢 还是继续的群底 恒生指数呢 我相信呢 进一步刹市那个两万八千点的机会是蛮大的 其实我们看从这个星期二开始 港股的那个成交量呢 是天亮 但是呢 交易的幅度 就是单一股份的那个波动 也是非常的巨大 可以说是证明了 投资者和市场的程序呢 都是非常的漂浮 所以我相信目前这情况呢 还会延续 等到港股在下个星期初 进入了二月份的时候 进一步证明两万八千点 或者是更低的水平 有充分的支持力的时候呢 才能够有一个继续性的反弹 目前来说 我看无论是旧经济或者是新经济的股份 在港股里面呢 都有一个比较沉重的那个抛售 当中可能有时候 腾讯呢 或者是港交所 这些夜门的股份呢 出现一些买盘的推动 令到投资者有一个挫脚 其实整个大盘的方向呢 我觉得目前头部或者是顶部已经形成了 两万八千点是一个最挫步 或者是说下个星期初 最挫步的一个沙滩的目标 我们来画一下重点 主要就是苏先生在提醒大家 一定要严控风险 现在可能头部和一个顶部的 已经是基本形成 所以在接下来可能要等到 真的是有回调出了机会的时候 大家会是一个比较安全入场的时机 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 想请教一下您这个万费市场上面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主要的这个市场表现 还是为一个强人民币 弱美元的一个态势 想问一下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当中 这个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 您觉得还会增加吗 现在是不是一个雇美元 买人民币的好时机呢 在未来一段的时间里面 人民币保持强性 这个可以说是肯定的 相反来说 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表现 也肯定是处于一个热视的情况里面 不过美元对人民币也好 对主要的扩币 比方说英镑 欧元 日本人等等 也经过了最近两个月的 比较强烈的下调之后 我们看美汇指数 从新的涨到90上面的时候 短暂的占的稳 所以目前美元是出现一个继续性的调整 但是这个继续性的反弹 主要是对 刚才说的几种主要的扩币 对人民币还是比较偏弱的 我看未来的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表现 有机会进一步的烤线6.40 甚至于进一步的沙滩 那个6.33 6.32的那个水平去 主要的扩币欧元 澳大利亚元和英镑 他们对美元在短时间里面 还会保持一个强细 不过在最短线就是下个星期的市场预测来说 美元还是会有点轻微的反弹的 不过我看目前外汇市场主流的方向 都是相信美元的利息 在2023年之前不会有所调升 而且那个QE的策略 还是保持稳定和期许的 所以目前主流的方向 还是对美元的后市 保持一个热视看空的态度是比较多的 好的 非常感谢苏星邦先生 这一时段给我们的一个详尽分享 好的 今天的财经世界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